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只大老虎 寡人怎么会是老虎呢 四岁萌娃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直接闯进了皇上的书房 你是谁啊 你是谁 皇上闻言立刻停下了手中的奏者 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的萌娃 猜测她可能是自己的公主 你知道的 皇上还真不知道 后宫家里三千 公主皇子多到数不过来 看到父王竟不认识自己 小萌娃脾气瞬间上来 嘟起小嘴直接扭头离开 皇上见状顿时哭笑不懂 看着萌娃站在门口不停观望的模样 皇上也被勾起了兴致 果然没意怀 萌娃再次气冲冲地回来 我叫米月 还是你给我取的名字呢 这下皇上终于想了起来 原来米月从出生就没见过父皇 一直以为她是一只大老虎 老虎是大狼啊 你也是大狼 皇上瞬间被她的想法逗了 没想到自己还有这么有趣的女儿 你站起来 皇上闻言乖乖照做 不料米月却一把摸上了父皇的屁股 边摸还偷着乐 但是说过老虎的